10月的烟台天高海阔 10月16日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高鹏满座 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这里拉开帷幕 来自逊阿利 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波黑 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省州长 部长以及高级别官员齐聚 以面向未来的中国 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为主要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交流 不过让对方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此次的会议中 一款公文包竟然在第二天成了网络的焦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正式成立 这是双方携手打造的以传统友好为底色 以合作共赢 共谋发展为共识的跨区域合作平台 历经12年的发展 如今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已经形成了经贸 文化 教育 青年 农业 旅游 科技 地方等多领域的合作架构 此次会议共设置了 地方绿色低碳合作发展论坛 地方农业合作院士高端论坛 两个主论坛 以及产教融合发展论坛 企业合作发展论坛 两个平行论坛 还举办了中东欧国家风情摄影展 中东欧国家商品展 中国传统医药展览 烟台好品展览等多场活动 不过谁也没想到 一款公文包能在众多活动中率先脱颖而出 10月16日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参访团代表们 走进了太和新材的产业园 其中一款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保镖同款的防弹公文包 引起了代表们的浓厚兴趣 这款公文包由太和新材研发的新材料制成 在正常状态下与普通公文包别无二致 隐蔽性极强 但它具备卓越的防弹性能 在突发状况下 可迅速展开形成人体防御盾牌 参访团代表们依次抚摸了这个公文包 亲身体验了它的质感和材料 起初它们脸上还带着几分随意 但在亲手触摸 了解了它的性能之后 表情逐渐变得惊叹不已 眼神中满是对这款产品的赞赏与钦佩 全部体验过后 大家更是对这款防弹公文包赞不绝口 瞬间变身夸夸团 纷纷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高超技术竖起了大拇指 其中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企业家代表就感慨道 这个产品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你可以看到新材料在这里的运用 实际上不只是这款防弹公文包 新材料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这也让这位罗马尼亚代表坦言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意识到 他们能够从中国买到更加可靠 质量更优 且价格更为实惠的产品 他认为 罗马尼亚和欧洲的人们应该经常访问中国 因为当远离这个国家时 人们往往会觉得彼此之间存在隔阂 但实际上 双方之间并没有那么多不同 其实早在今年6月 嫦娥6号上的国旗就让太和心裁狠狠出了一把风头 6月4日 嫦娥6号探测器伸出一个机械手臂 首次在月球亮出了一面鲜艳的五星轰旗 虽然它很小 也不像阿波罗宇航员那样将国旗插在月球土壤中 但依旧让无数中国人感到振奋 这面国旗非常柔软 采用玄武岩 超细纤维和肩卫方轮纤维制成 而其中采用的肩卫方轮纤维就是太和心裁制造的 当时有许多外媒报道了嫦娥6号探测器登月采样的过程 其中英国媒体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名字叫 在嫦娥6号探测器采样返回地球前 月球表面升起第二面中国国旗 文章中大篇幅报道了嫦娥6号登月采样全过程 并写道 中国的这面五星红旗能在月背表面存在一万年 据太和心裁企业官方介绍 能够让中国第一面织物版国旗在月背升起 与太和心裁和武汉大学科研团队的联合公关密不可分 事实上这面国旗非常小 但是制造它并非易事 月表背面温差很大 太空辐射较高 因此它必须要克服昼夜温差大 电磁辐射强等恶劣条件 如果采用普通的织物材料 这样的国旗很难在月球表面长期存在 不久就会褪色 像美国那种国旗图案有多种颜色的 甚至可能会混色 旗面还会破裂分解 而太和心裁制造的坚卫方轮材料 具有优异的阻燃性 化学稳定性和抗辐射性能 而且它耐高温 绝缘性较强 在旗面上起到了类似锚钉的作用 即使是在光滑的玄武盐纤维上 也能够构建高强度的颜色 并有效提升涂料 结合牢度和国旗图案饱和度 方轮作为一种新型材料 不仅对航空航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武器装备 轨道交通 电动汽车 光纤光缆等领域的尖端技术发展中 也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然而中国方轮纤维的供应 长期被美日等国垄断 此前中国每年需要通过各种渠道 采购方轮材料 供需缺口巨大 追溯方轮的发展历史 早期产能多集中于美国 日本以及欧洲 1967年 美国杜邦公司开发出了 首款具有高耐热性的肩卫方轮 Nomex 1972年 杜邦推出力学性能 比Nomex更优越的对位方轮纤维 Kefler 同年日本地人实现了肩卫方轮 Konex的生产 此后荷兰 阿克苏诺贝尔 赫斯特等厂商 也逐步实现了方轮的产业化 相比之下 中国方轮的发展相对滞后 早在75期间 中国就有 东华大学化仙研究所 陈光化工研究院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沈阳市红星 蜜蜜蜂材料厂等单位 开始研制和生产 对位方轮 但受制于资源成本等原因 方轮产业化进展一直非常缓慢 直到2000年后 中国方轮产业化才实现突破 2004年 烟台台和新材实现了 监卫方轮的量产 2010年 苏州 赵达借助东华大学的技术积累 成为中国首家对位方轮企业 2020年 中华国际基于苏州 赵达的积累 完成了5000吨 对位方轮产能建设 而泰和新材作为一家 专业从事 安轮 方轮等 高性能纤维研发生产 及销售的化工企业 早在2011年就实现了 对位方轮的工业化 目前主导产品有 纽士达安轮 泰美达兼卫方轮 泰普隆对位方轮 以及其他上下游制品 泰和新材作为 中国首家 安轮生产企业 目前产能7.5万吨 居中国前五位 有烟台及宁夏两个基地 要知道 1987年的泰和新材 还只是一家 安轮年设计产能 300吨的小厂 成立后的第三年 也就是 在1989年 与巴斯夫合作后 才正式生产出了 中国第一根安轮丝 当前 方轮产能 以美国杜邦和日本地人最大 中国泰和新材的 尖位方轮和 对位方轮产能 以分居第二位 第三位 随着中国对位 方轮产量的增长 近几年 进口依赖率 正在逐步降低 据小编了解 截至2022年 中国方轮纤维 进口量为 2621.9吨 其中主要以 对位方轮为主 从进口地区分布来看 2022年 中国主要从 韩国 西班牙 日本 美国 与泰国 进口方轮纤维 五个地区 进口量 合计占比 79.51% 从数据中 我们不难看出 在对位方轮 工业化技术上 中国仍有短板 产品与美日相比 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而 尖位方轮 虽然发展相对较快 但产能利用率 和成本 仍是一个大问题 一直呈现 低端出口 高端进口的情况 不过 小编觉得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但国产方轮 仍有望 继续抢占市场份额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中国具有明显的 能源成本优势 方轮生产需要 消耗大量的电力 近年 海外通胀高企 能源成本上升较快 相比之下 中国保障能源供给 且能源价格相对稳定 其次 政策持续支持 中国把对位方轮 及纤维列入 重点发展的新材料之一 国务院 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多次将 对位方轮 列入重点关键新材料 发展名单 在全球贸易环境 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 国产化替代需求 愈发迫切 预计未来 方轮领域 仍将获得较好的 政策支持力度 此外 中国方轮产能扩张较快 据中国化信统计 未来几年 尖卫方轮新增产能 将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地区 根据太和新财公告的 扩产计划 2024年 尖卫方轮产能 将达2万吨每年 产能规模直逼杜邦 预计到2025年 全球尖卫方轮总产能 将达到约6.9万吨每年 其中中国占3.8万吨每年 产能占比将达到55% 全球对位方轮总产能 将达到12.5万吨每年 其中中国占3.6万吨每年 产能占比将达到29% 因此随着更多新产能的 释放和技术水平的飞跃 中国有望在全球方轮市场中 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实现从追赶到并跑 乃至零跑的转变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